你们男人嘴上一套 背地里又一套 为防止你做坏事 我要在这里放一碗水 你半夜要是赶爬过来的翻着碗水 你就是禽兽 好 我要是过来了 我就是禽兽 你连禽兽都不如 顾娇手里有了银子 就想着做点什么 我想买山 东山还是秋山呢 我说的不是衣山 是大山 咱们村子后面的那座山 顾娇总在山上摘木耳羽山货 发现大地好东西不少 要是买下来 既能摘山货 又能采药 还能伐木 狩猎 总之 满山坨都能变钱 绝不会亏救生 你说的是从罗二叔 他们家后面上去的那座山吗 听说那个山不少钱呢 山上有个古庙 这山属于古庙的土地 回头去庙里 找他们主持方丈问一下 说起来 我还是在古庙里出生的呢 说干就干 顾娇来到了寺庙 看到一个穿着绫罗绸缎的夫人 求菩萨保佑我儿平安顺遂 哪来的小东西 竟敢偷看我家夫人 顾娇回神 徐生朝那娇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就见对面的长廊上 还有个丫鬟 丫鬟呵斥的对象 并不是自己 而是几个不知何时 踏在另一根柱子后的小和尚 柳儿 不得无礼 几个小家伙不好生教训一下 一会儿蹬鼻子上脸 得跑去凝禅房闹了 都还是孩子呢 姑娘也是来拜见观音菩萨的吗 这个夫人看着温柔闲雅 静书端庄 让人十分的心静 顾娇不由的多看了机 不是 我是来找住吃方丈的 你今年多大了 十四了 和我女儿一样大 我女儿是在这间寺庙出生的 好巧 我也是 顾娇和夫人聊了一会 到底没忘记正事 与夫人告辞后 去了方丈的产房 我想买这座大扇 不知方丈可愿意买 说完 扮长没等来方丈回答 她定睛一看 只见方丈一眨不眨的盯着她的脸 方丈 你刚刚说要买衫 是啊 你今年多大 年纪小不能买衫了吗 啊 不是不是 阿弥陀佛 小施主不要误会 掌管寺庙财物的静心师弟外出了 得个三两日才回 不如施主过几日再来吧 方丈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她的胎记 虽然我不建议别人怎么看我 但方丈您是出家人 总这么盯着别人的缺陷看 是不是有点不应该啊 老那失礼 请小施主莫要见怪 顾娇离开后 方丈仍久久没有回过神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件事 那晚他喝多了 要给刚出生的婴孩点手工纱 结果他手一抖 点在了那小女婴的脸上 第二天他醒来 想起自己干的糊涂事 赶忙去向侯夫人赔罪 结果发现侯夫人怀中的孩子 脸蛋白白净净的 根本没有手工纱的痕迹 因为是喝多了 所以他对自己的记忆 其实并不十分确定 既然小婴孩的脸上没有 那么应该是自己没错吧 顾娇绝对没有想到 前世历经过高考 考研 考博 好不容易才从高压中 孵化出来的学霸 从我意识 居然不认识现在的字 我来教你写字 先从你的名字学起 顾娇黏答答的 拿起毛笔 顿时整个人都不大好了 肖六郎因为脚做了手术 因此每天坐在轮椅上 该去锻炼了 肖六郎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也不知他经历了什么 并不在意能不能站起来 一点都不想锻炼 把拐杖给我 从今天开始 没有拐杖 没有拐杖 走不了 想要拐杖的话 肖六郎没有拿到拐杖 就心安理得的 把重量压在顾娇身上 相公 你别老压我 你要学会自己用力 对了 就是这样 你自己在用点力吗 我要被你压坏了 这种事情 你怎么能卷不止 忘我一个女人 借 借个力而已 都让你说成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能不能把嘴闭上 相公 是不是感觉浑身酸痛 像被大马车撵过 累到无法动弹 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双腿不停发抖 你今天的自恋了没有 前一秒还幸灾乐祸的骨骄 忽然就僵住了 你每天让我走那么多路 自己却一个字也不练 算上昨天的 你有一百字没写了 他讨厌写毛笔字 尤其是笔画这么多的招骨字 今天还不写的话 明日翻倍 你就得写两百个 那你明天就走两百步 我不走 那我就不写 哼 那就随你 他写不写字无所谓 他却是必须要锻炼的 不然一辈子都是小瘸子 你做什么 男人 这是你要的字 你不会一整晚没睡 都在写这个吧 一千字 今天你给我走一千步 萧六郎 先说好了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你不可以对我动手动脚的 谁要对你动手动脚的了 那谁能保证啊 你们男人嘴上一套 背地里又一套 为防止你做坏事 我要在这里放一碗水 你半夜要是赶爬过来的翻折碗水 你就是禽兽 好 我要是过来了 我就是禽兽 第二天醒来后 他得意地看了眼 一脸发麻的故焦 仿佛在说 怎么样 我就是对你没兴致吧 那只故焦非但没有开心起来 反而 你连禽兽都不如 故焦又来到寺庙 找到了住持 刚刚那位是香客吗 还是和我一样 也是来买山的 他不是来买山的 是来收养孩子的 庙里的小和尚都是孤儿 有时候 一些好心的人家会来收养他们 买山的事 我与师弟提过了 他说若是顾小施主诚心想买 寺庙这边可以卖 只是价钱上要比从前贵一点 从前是多少 249两 如今呢 250两 严重怀疑你是地在内喊我 如果顾小施主觉得贵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山 你们寺庙还有别的山吗 没有了 顾小手中所有的银子 加起来不够买山的 因此他觉得现在最要紧的是多接着多赚钱